台中轉盧秀燕週末假日 回到本命區北區北屯區化身 超級催票員 為同黨立委參選人黃建豪 站台不選 比國中更高 我們要200個月 國中要千個月 我們的地方議員 要立委會進步 好 盧秀燕公開批評 台中市八位綠營立委 對台中建設莫不關心 包括台中巨蛋綠美塗水 南會展中心 都是台中市不花錢 自己蓋 為拉台同黨立委參選的聲勢 盧秀燕公開批評綠營立委 同選區新任立委莊敬誠也不忍了 盧市長為了這個 他的子弟兵的一個選舉 來抹黑台中市的八位立委 我這三年多來爭取的 這個教育建設的經費 中央核定了23億 我們有這種市長 算紀教八十歲說幾十 綠營不滿 盧秀燕只挑特定建設大作文章 曾擔任台中市長林佳龍也公開出聲反擊 根據了解台中綠美塗和台中巨蛋綠燈 由台中市府出資 但水南台中會展中心由台中市府自行筹編88億 中央出資42.52億 事實並非向盧秀燕所說 為了拿回本命區 盧秀燕公開批評八位綠營立委 戰火從立委選舉還延續到前後任市長 雙方各控交貨 盧秀燕雷士星提出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